好 这里是上来radio中央流星网 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重量级的来宾已经到达了 如果大家想要看看我们重量级的来宾 非常帅的来宾的话 现在可以同步的上我们的直播 大家可以上中央流星网的一个直播 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我们今天的来宾 跟大家来谈谈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中美大战之后会走向一个汇流的大未来吗 我们先欢迎一下我们之前是政治大学的校长 同时是政治大学采管系的教授 这个周行一周老师 周老师好 夏小姐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很久没见面了 非常谢谢夏小姐 给我这个机会再上她的节目 你看我的头发都白了 其实周老师我们很怀念你 因为你之前都来帮我们导读哈佛商业评论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开心 因为光看看不懂 然后如果你讲了我们就懂了 对啊对啊 实在很不好意思 因为那时候我做校长做行政 实在忙的不得了 所以我就跟一分商量说 是不是那个时间就稍微请假一下 那老师退休了 对不对 对 以后就比较有机会了 我觉得在空中 然后在这个直播面前这样逼问老师 也不大好意思 我很高兴 我很高兴 对我们跟这个运分关系很不一样 我们这个认识很多年 对 他也是我们的杰出校友 没有没有 老师其实是我的指导老师 我真的非常的敬仰我的老师 不敢当 对因为他不 老师就是不断的在精进 然后不断的在做研究 是 对 然后我真的很广的 广受到我们其实政大学生的喜爱 然后你现在去演讲 也有很多人都很喜欢老师的文章 在联合报有名人的专栏 是的 对 然后现在出这一本书 再花多少时间写 其实大概花了 整个大概有将近四五年吧 哇 因为主要就在20 大概是2017年的时候 那时候川普刚上任 对 大家都对于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总统 很有兴趣 因为川普不是一个传统的美国政治家 所以其实美国人还有世界人都想要知道说 到底他会怎么样 那时候我就开始关心他 那么他到 他一上任以后他就 他就做了很多的事情 那这些事情都是跟他在选举的时候的政见相关 对 比如说他说他 要这个 不管气候 要来 那个 来鼓励这个 原来的这种石化的产业 他就做了 对不对 他说他退出这个所谓的 TDP 他就 他就 TPP他就退出 对 他就这个叛经理道的一个总统 对 那那之后我就在想说 那他说他要打中国 对 会不会打吗 对 他果然他就在 2018年的时候 他大概上任 还不到一年 他就开始打中国了 对 那所以我就 他把人抓了 然后贸易战也打了 对 然后就开始就 就就 那很多的人就会对这事情有关心 那我就开始做研究 那我就给很多的演讲 都是跟这个议题有关 那我当然我就在这研究过程当 演讲过程当中 我就开始形成我自己的一个论述 那么把这个论述的结果呢 就变成这一本 中美会流大未来这本新书 对 所以老师是从川普开始 可大家会以为说那川普下台以后 拜登上任了 对 会不会就不一样了呢 就没有想到说 拜登其实也是延续川普的一些政策 就是要把中国给打压或打死 对 其实 中国在 拜登还没上任之前 曾经 有一些 就是说 希望就是是不是可不可以 拜登上任以后呢 就会改观 但事实上没有 那没有的话 那么当然现在中国就非常的确认 其实这是美国的一个既定的一个政策 那这个既定政策呢 会一直延续到 像我书里面讲到的就是 到了美国他 发掘 就是 他如果这样继续打中国的话呢 事实上 对他是没有办法产生他要的结果的时候 那么时候他就会 开始用比较不同的手段 但是在那个时候 其实 我想我这本书最想讲的就是 其实 到那个时候 其实中国跟美国会蛮像的 就是说 美国人开始觉得说 其实中国跟我其实 比我想象的像很多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那虽然说在 在政治的那种制度上面 还是会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在其他部分都会非常非常的像 而且在政治制度上面呢 渐渐的我觉得美国人也会开始觉得 中国会比较不像他想象的是这个样子 中国会比较像是今天的新加坡 不过这段时间要比较长一点 大概要到 我觉得要到大概二三十年以后 对老师说三十年的时间 对 所以三十年之后 中国会越来越像今天的新加坡 但是不需要三十年 美国大概在十年到十几年以后 他就会发觉 其实他打中国 他会非常非常的吃力 那自然就会形成一个 我讲的一个叫双赢的一个状态 所以双赢的状态就是说 在这个 在这个 我们把想象是一个战争好了 他虽然不是一个 就是烟消弥漫 子弹穿堂 然后流血满地的战争 但是他的确实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战争 就是一个强国 一个霸权 要来抑制另外一个 体相崛起的一个国家 有点像人家讲说 休息喜德那种概念 可是我特别有讲 就是在我书里面 就是说其实美国是一个强国 那么美国喜欢竞争 那因为竞争的结果 其实美国还只会让它越来越强 可是中国它是一个大国 那么在过去40年改革开放过程当中 它已经累积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这些重要因素的使得 中国它也会在这个竞争当中 变得越来越强 所以这个不太像是 我们一般所了解的战争 或是竞争的一个结果 就是说有一方会倒下 有一方会失败 所以我常讲说其实中国跟美国的这个战争 比较想是企业之间的战争 就像说你说这个 比如说百事可乐跟可可乐 好他们打很多年 但是基本上都还活得不错 越活越好 对不对 好那这个BMW跟这个 冰市 Toyota跟冰市 他们都在竞争 虽然说它是不同的车子 不同的产品 但它不都还是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对不对 那你也没有看到 Tesla上来之后 Toyota就垮了 也没有 BMW就不见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比较像是这个样子 所以然后它就会越来越像 对不对 就像今天因为有Tesla的关系 Toyota它也要做电动车了 对不对 BMW它也要做电动车了 但事实上就有人在讲说 Tesla现在的那种强项 是在于它是第一个做这样的电动车 因为它把软体跟电池做得非常的好 那这是过去Toyota跟这种BMW或Benz的他们忽略了地方 可是Benz跟像BMW他们的长处就是说 他们在做这个过去传统的汽车的时候 他们知道怎么样把车子设计的很符合人性 那个驾驭感很好 好 那所以现在Tesla可以在这个方面不如BMW 好 因为它在软体跟电池上面很有强项 可是等到BMW开始做的时候 现在已经开始了 几年以后 那么Tesla就会开始有压力了 因为BMW就可以 它如果也可以把电池跟软体做得非常好 再加上它原来设计车子那种 几十年的 甚至说百年的那种工艺进去的话 那Tesla就必须要在这边上去学习 所以Tesla跟BMW他们就会在竞争当中 大家都越来越强越来越强 所以其实你可以想象大概美国跟中国比较接近 像这样的进程 可是企业之间可能很容易 可是国跟国之间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在于那个 是不是一个法治社会 您刚刚说他们会成为一个巨大的新加坡 可是我们对新加坡的印象就是说 第一这个法治非常的好 第二个经济非常的一个强 对不对 那这些其实在美国跟中国其实落差还是很大的 当然其实我们现在都了解中国现在的这种政治跟新加坡差距其实很大 还是很大 那但是它也有一些相近的地方 我可以把相近的地方跟大家说明一下 好 就是说你看 其实新加坡从李光耀开始建国以来 到现在它是一党专政 对不对 那在最近的这个新加坡选举当中 虽然说有所谓的反对党得到一些席次 但它总席次是没有超过10% 其实在这情况之下 新加坡的这个所谓人民行动党 就是它的执政党 已经很紧张了 对不对 因为你就有10% 可是我们也都知道说 新加坡多年来 它虽然有一个所谓的选举的形式 但是新加坡的这个执政党 它用尽了各种不同的方法 来使得它可以继续执政 对不对 那这个方法甚至包括 我们大家有讨论的 就是说造成一些反对党 很不容易跟它去竞争 对不对 那所以你看 这次就是美国大概在去年 办了一个民主峰会 事实上它并没有邀请新加坡 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状态 对不对 就是说事实上新加坡并没有被邀请在里面 那么所以 所以其实新加坡跟中国 它有一个相近的地方 就是说它是有一党专政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去思考 你进关就弄好了 他说对 这个效率让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而且你知道在新加坡 跟我们台湾很不一样 新加坡所有停车场 所有的高速公路 你进出都不需要停下来 或是付钱或是付了钱再出厂 完全不需要 因为它全国都是用那个就是红外线 像我们台湾ETC那样东西 直接扫了 所以到这个停车场它少掉 你到这个公路它要花钱就扫掉 不像我们台湾 就是说你进到这个百货公司停车场 你要去付这个百货公司的钱 或者是说你要消费折抵 它很多 新加坡完全没有这个东西 因为它就是基本上 它全国一次 超有效率 它扣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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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扣掉了 它非常有效率 所以你看 它在停车这地方 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的 就呼应你刚刚讲 它什么都有效率 对啊 我们现在在讲的时候 听众它有听得到吗 听得到 听得到是不是 老师 他谢谢你的书 给我们很重要的国际观点 然后怀念老师 每个月一次导读哈佛商业 好啊 以后我们再来 哎呀 你没导读差很多 真的吗 真的 好啊 读了以后 他要念才行 不过他那个个案 因为他如果没有读的话 其实光听我讲 但是个案我觉得要选 就是选的要跟台湾比较像 当然当然 然后台湾现在写个案的很少吗 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学者 写台湾的个案 但是我们 其实个案是要来教的 好 那如果说教的人不够的话 那么其实这个个案 它的 它的那个传播力就比较少 那你们就要退休啊 可是我们 我们都一直在教个案啊 对了 我到现在还在教 虽然说我退休 我还是在政大教授 我只是 不是这个 政大的专任教授 但是我现在是政大的名誉教授 对 所以还是 我永远心系政大 哎呦 对 因为我在政大 你看我在 我在大学我在政大念的 四年 然后我就出国念书 你出国念书啊 然后我回来之后 1993年 我就在政大教书 到2022年的2月退休 我也教了29年 对啊 所以我基本上33年在政大 老师说你在美国嘛 你在美国念书教书嘛 所以你当然对美国很了解 所以你会比较偏袒美国 其实应该讲说我对美国这个国家 我非常的尊敬 因为我知道他是他这美国国家 他强是有很大道理的 对啊 那我在书里面有花了很多的篇幅去谈这个事情 因为你知道在台湾我们常听到大家不同的意见 这是非常合理的 因为我们是一个开放的社会 其实大家看到就是说美国尤其是在川普要卸那段时间当中 美国有这个所谓的暴徒攻占国会 看到一个川普就是说好像做了一些事情是一般过去美国总统不会做的 就会开始担心说美国是不是要下来了 对不对 甚至我们也听到人家笑话 就是好像委内瑞亚总统还是谁就有讲说 美国总是在别的国家做的事情带到自己国家来了 因为他把他让别的国家的反正 因为他就讽刺美国说你在别的国家制造动乱 好那你现在动乱自己到国家来了 对啊 可是其实假设我们可以去理解美国这个国家的话 他的真正的这种强的元素的话 我们就会知道说他是一个 他是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强国 我同意啊 他创新他科技很厉害 可是他对于移民政策他还是很不友善啊 他从川普开始 他不友善 可是我们也必须理解 即使在川普的时代 美国的这种他企业所要的这种 所谓的这种真正的 就是说高能力的这些精英分子 还是可以留在美国 比如说你今天在美国拿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的 比如说学位的话 你几乎你不需要是硕士 或者是博士学位 你只要是大学的学位 你仍旧可以在美国找到工作 所以他并不是说他完全都不让你来 但的确现在比以前演这也是事实 对啊 好我们持续要跟我们周行一周老师那么来好好的谈一谈 刚提到新加坡你认为说新加坡他也就是一档算是一档独大了对不对 然后我们刚讲还有效率 所以我们也很难想象就说以后的中国有可能变成巨大的新加坡了好那我再我再举个例子好 你知道你现在听到了新加坡这些大的公司 像尤其在台湾有的新展银行 其实这些银行都是真正的不折不扣的国营事业 嗯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大股东都是就是这个呃新加坡的那个呃叫做什么呃 他妈呃那个那个那个糟糕我一下反正是新加坡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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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权基金 哦他呢基本上他控制了所有的这个新加坡的这种大的国营企业 嗯事实上新加坡政府哈 嗯大马西对不起哈 大马西对大马西那新加坡政府呢他 他你如果是公司是小的时候嗯好你上市跪什么他暂时不管你嗯可他经常做的事情就是等到你变得很大的时候大马西就把你怎样对对对对就把你给给给给给投资了对对对对这就归成国营企业嗯所以新加坡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我们叫做国家资本主义对嗯好所以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说嗯由政府我们出钱嗯好来扶植我觉得说其实私部也没办法扶植的产业嗯还有呢 国家要控制重要的企业嗯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去能够去管理哈嗯这个呃重要的资源哈来调节国家的经济嗯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台湾也在做嗯比如说你今天早上你看报纸你就会怕说哎奇怪全世界油价都在涨嗯怎么我们台湾今天虽然宣布跌要降一块钱降价对所以我早上马上跟我太太讲说赶快去加油对对对 那可是为什么呢因为因为中国油是我们国家的对对你知道我的意思好那为什么国家说好现在反而要降油因为我们现在有通货本上的对对所以因为政府有国营事业嗯他可以做一些这样的事情嗯至于说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很好对美国人来讲也许他不完全认为好嗯可是在我们我们有用 那新加坡那新加坡他是更用的比这个彻底嗯嗯中国大陆更死嗯中国大陆他现在你想想看最近那个像呃呃呃很很很很很大很大对对对对要倒了嗯好那如果是在美国的话其实他就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困难嗯因为美国政府会变成说他没有一个所谓的他的国有企业他可以去处理他嗯他就要用别的方法嗯就比如说用2008年 哦哦政府的方法来处理嗯可是在中国他现在就是用他的地方政府嗯对对用其他的企业国有企业进来想办法让他不要倒嗯那至于说好与不好我们不知道嗯但是就是说这个就是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嗯那今天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在这个地方其实跟新加坡是非常非常接近的嗯好那么还有如果今天你到新加坡坦白讲新加坡尤其在早期发展的时候嗯他的言论限制非常非常的大 嗯我不说言论限制好我只在比较说中国跟新加坡其实到今天为止嗯你到新加坡去嗯如果你坐上计言车司机嗯你开始谈新加坡的政治这这个司机要跟你真的很高谈扩论完全没有机会的话他先确定你是台湾来的啊对不对他先确定你说你不是新加坡人啊你要是新加坡人的话他还是有他的顾忌对不对你今天你在新加坡的外国人的言论是非常要自己要注意的 嗯为什么因为新加坡政府他是会用你的言论他会告你的嗯对不对好那所以说老实讲新加坡到今天为止都还维持他那个所谓政府的威权的那种精神在虽然说他是越来越开放嗯这也是事实嗯对不对新加坡今天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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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什么电视好这个接触什么样的媒体他不管你嗯但是他在你的言论上面如果说他觉得危害到他自己的国家安全 社会安定的时候他就会介入啊嗯好那中国当然比新加坡管的严得更多更严了对不对嗯所以我不是说啊中国今天就是新加坡嗯我想讲的就是说在很多不同的这个地方他用的手段是类似的嗯好那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嗯我书里面有特别讲的就是说新加坡这次因为美国没有邀请常常参加民主峰会嗯新加坡政府也抱怨啊嗯新加坡政府说我也是民主啊嗯为什么你不来 对不对好那所以新加坡政府他有去定义他自己的民主嗯那这件事情在美国的定义里面他认为这不是嗯对不对好那中国你也觉得很有趣习近平一直不停的在讲中国式的民主对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也许就是说呃不认同他的这个民主的定义嗯好而这个民主定义显然不是美国认同的嗯但是中国领导人在谈中国式的民主嗯 而他用的字真的就是民主democracy嗯那表示什么呢表示其实他有这种压力去要说他也是民主的嗯那这个是有趣的嗯你懂我的意思嗯所以说基本上他就是为什么这会造成其实呃呃长久以后如果说中国可以发展的像新加坡一样就是说有一段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经济的成长好在他的这种威权跟这种呃呃就是 呃国家资本主义的情况之下那么他自然就会慢慢慢慢的比较像新加坡那新加坡今天也是一样你知道老百姓开始有钱了老百姓开始老百姓开始老师我们要等一下好我们又要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我们先进一下广告我们待会讲讲中国跟美国的强项好对哇新加坡这么严格的非常严格啊 你你你跟新加坡我跟你讲你你你你真的假承你到新加坡你跟你跟这件事实际聊天很有趣哦真的哦他第一件事一定先问你说你是哪里来的哦然后他先判断你可不可以跟他讲他可不跟你讲然后他他他一知道你是你你不是新加坡人哦他就开始他他就敢跟你聊一堆但是你说新加坡的的确确他对于就是说你你你你做什么 什么事情他对你的那种比如说政治上面那种影响当然不如现在中国现在中国是更严厉嗯可是的确确你会受到影响嗯对不对所以他的确是有这个有这个issue在我觉得书中很好就是你讲到中国的优势讲到美国的优势对待我们也提一下对其实我就想要不要慢慢看了我觉得真的是要看书啊对真的我就觉得我就希望看书会思考会我就希望读者开始去有个理解就是说其实 美国是美国是个强国嗯那他为什么会强他会强很多很多年嗯可是我们也不能够说好像也许因为呃今天中国对台湾有压力嗯我们就就开始去忽略了中国可能会变强的这件事情嗯而且如果我们客观去看的话嗯老讲他这个机会是非常非常大的那等一下我会解释给你好听说他为什么是这样而且老师你说你希望他们能够汇流啦哦不是我希望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嗯他们会汇流嗯 他是一个历史的结果他会是一个历史的结果可是可是你看上过一个课都知道大国定规格嘛对啊对啊对啊那今天他们一定要争那是谁谁定啊他其实是中国定还是美国定啊所以美国一定要打死中国好所以现在我们就来问你记不过以前我们常在课堂上谈就是VHS嗯对对就是以前那个录影带不是有那个BETA VHSBETA跟VHS那个在竞争对吧嗯那一开始是BETA 再来是VHS对对对可是你到最后都没了他们就接受了嘛对不对就是VHS嗯所有的电信标准也是一样你看线对啊电信标准从什么所谓的2G3G4G5G到以后的6G嗯他都是大家要一起定标准的嗯你对所以说其实其实其实大国之间的游戏规则也是大家要谈的嗯好比如说现在美国人很不喜欢的叫做WTO嗯对不对这规则也是美国当时进去 谈出来的嗯如果没有美国主张WTO是不可能存在嗯好联合国的设立也是美国主导创立的对不对好这些组织都是美国主导创立所以美国做老大做习惯了可是现在问题就变成说因为联合国里面的国家多了嗯而且这些国家的能力也变强了嗯WTO也是这个样子那美国就没有办法像过去这样的主导所以这是为什么你看川普也骂联合国嗯川普也骂WTO也骂那就是因为他心里面知道说 我不像以前那个样子我可以去完全主导你换句话说今天拜登也清楚好那可是拜登可不可以就像川普那样任性说那我就呃呃呃离开WTO啊嗯对不对好我就呃呃离开气候协定啊他没有啊他回到气候协定他有回去了对对好欢迎回理财生活通我是夏云芬在我旁边的就是我们政治大学财务管理系的教授周行一周老师我们一个跟老师来聊他的这本新说 中国中美汇流的大未来啊其实我们刚才在广呃呃广告时间有聊一下真的要慢慢的看书你才会知道就是说中国跟美国的差距而且为什么老师会认为说啊中国有机会走向巨型的一个新加坡的一个模式啊我接下来是不是请老师花一点时间跟大家来啊聊一聊因为中国比较喜欢的是统一喜欢的是征服你从汉朝从啊他们的啊历史开始来谈起啊就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历史下来那美国强项是可能是科技 可能是啊这个制度对不对那中美之间的优缺点我们是不是先先聊一下好其实我先谈美国好非常非常谢谢云芬给我这个机会就说其实美国为什么会强其实他最重要我觉得有几个很大的一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说美国的这些开国元勋包括华盛顿跟他以后的政治领导人他们树立了一个典范嗯而他们树立了典范之后 嗯好那么他们就因为是个典范还不是法律嗯可是因为是典范大家就跟随这个典范嗯好那大家跟随典范习惯了以后就形成惯例嗯好就是大家就喜欢尊重惯例嗯所以美国是一个非常尊重惯例的一个社会嗯这件事情造成他的司法可以运作因为他的所谓的这个英美法的体系里面就是惯例很重要嗯我今天这个法官这个判了哦下面一个法官哦对对对对 那这个不像你在台湾有时候会发现说奇怪怎么A法官判的东西到B款完全不同对对对因为我们没有那种嗯他的那种精神在嗯所以你看他因为尊重惯例所以美国尊重惯例的结果是让他有一个我们难以想象的延续性嗯也就是说尽管虽然说他有所谓的不同的政党但是他有延续性为什么因为大家尊重惯例嗯好那我举个例子这个尊重惯例是让国家能够稳定发展 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嗯你像美国总统那时候川普他呃选举他输了嗯但他不想下来嗯他就跟他副总统潘斯说这个你呢要在这个参议院里面好你呢要说你这个计票不算嗯好那他说如果你说计票不算当然拜登就不能当总统嗯可是Pence非常的清楚嗯参议院的工作只是什么只是一种 象征性的去看一下投票的一个结果参议院从来不可以介入这个真正的计票的结果说你这个票是不算的所以Pence到最后尽管他这么的想要支持嗯这个川普嗯他还是跟川普想对不起我不能做这件事情这就是尊重惯例嗯你想想看如果川如果Pence嗯他那次真的在参议院哇不让拜登能够顺利做总统的话嗯美国今天会是什么样的状态嗯他一定会让你想象 就乱的不得了可是不会啊因为Pence他知道说他必须要尊重惯例嗯好所以尊重惯例是非常好那因为尊重惯例的关系所以司法就可以运作嗯对不对因为我刚刚讲了这个我们从形成惯例以后然后我们在解决事情的时候好会看过去惯例怎么样嗯那到了某一个状况之下以后法律就去形成了嗯对不对所以美国的司法是非常坚实的嗯你看美国今天那个 这个美国的这个呃呃呃呃就去年暴徒攻进这个呃呃国会以后嗯美国政府到今天仍旧在在在在起诉他们嗯对不对已经开始有审判嗯换句话说他不会因为共和党说嗯我不赞成他就不去执行他的法律嗯他法律依旧这样下去嗯所以他是一个尊重惯例能够执行法律的国家这非常重要嗯第三其实我想讲就是你们听众们可能不知道嗯到了2030年以后 嗯美国就是真正的一个所谓多种族国家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2030年以后美国的白人就是少数了哦现在16岁以下的美国的年轻人嗯白人已经是少数了哦换句话说多数都是非白人了好所谓的非美国这种传统他可能是Hispanics嗯好嗯可能是亚洲人对可能是黑人嗯等等但他已经不是现在我们现在在美国define的这种所谓他的白人了那这代表什么意思 嗯代表就是说美国会是全世界唯一真正能够做到种族融合的国家了所以今天我们有看到说你看美国电视上甚至媒体上你还是听到有那种所谓的种族仇恨的言论嗯你还是会看到一些新闻有一些这个呃呃人被人家歧视这样这这个都会发生100年以后也会发生嗯可是他的大趋势就是说他就真正的变成一个种族融合的一个事 他就是真正的所谓我们从小在教科书里面读到的民族大熔炉嗯嗯就会在美国发生这是全世界只有美国做的到嗯嗯你就看新加你去看这个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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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嗯法国德国这些所谓的这种强国日本更不要讲了都是非常的这种哦他的这个种族是非常的单一的新加坡不是新加坡对不起加拿大将近90%是白人了对不对所以基本上你你基本上 实际上要像美国这样子非常困难的好那美国为什么今天那么厉害就是因为他从全世界吸引到非常非常多的精英的分子进来嗯而这些人都在美国就去去去去全就我们讲到中国好了嗯中国最好的学校之一叫清华大对北京嗯北京清大的本科生的优秀生里面嗯高比例到美国去读读书嗯而且更有趣的是他们去美国读书的90%以上是不回中国的 都呆在美国工作嗯这代表什么代表就是说他们选择在一个他们想要工作的地方而这个他们认为这地方是有未来的嗯对不对美国就是这样一个社会嗯所以我们常常听讲说哦American dream American dream嗯美国的梦是什么呢我要从一个中产阶级的角度来看或是我们台湾年轻人的接触角度来看美国梦就有一栋自己的房子没错吧好可是对很多移民到美国人的来讲他的梦 也是一样啊我在美国我可以安身立命我的生活变好而且我可以怎么样在这边创业嗯所以你看现在美国你去算美国现在就是说所谓的他们新创的独角兽里面一半以上是移民或是移民之子的子女他们创办的嗯换句话说你今天没有移民嗯没有移民的子女嗯来创办这些这些所谓的独角兽的公司美国这些独角公司就少一半了嗯对不对所以其实美国 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MIT全世界最好的大学之一百分之五十的教授不是在美国出生的嗯他们都是从别的国家到美国念书嗯留下来的人或者是说美国MIT到别国家去聘来的人哦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国家伟大那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就回到我想最讲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其实美国人要竞争美国人喜欢竞争 今天MIT非常的清楚我要跟全世界最好的大学竞争靠我MIT自己从美国培养的教授是不够的我当然全世界最好的都能够来美国没错哎那中国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样貌我们待会讨论我们先休息一下嗯看起来中国还是比较辛苦的你看他掐住了那个华为之后其实让中国就没有办法发展对啊其实因为中国弱嘛 哈哈哈对啊中国现在他真的很弱嗯这也是事实然后台湾真的好台湾就是有一个地缘政治压力啊对啊对啊其实我最担心台湾的问题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所谓的叫做人才问题嗯你看美国有办法吸引到全世界人才而且老实讲他吸引人才里面不只是北大北北京的清华嗯我们的我们的新竹的清华也被他吸引去啊啊因为我们新竹的清华的很多很优秀的学生毕业以后嗯 到美国去念书也留在那里啊嗯对不对啊所以其实其实其实就是然后我们不只我们好的人到外面去嗯我们自己现在要在国内念书的这些高级人才越来越少嗯尤其是博士几乎越来越少就没有人嗯那你这个这样下去会有很大的问题可是台积电也是因为我们有台城清交这些学生啊可是现在问题就在于说台积电跟这个其他的学生公司他们多数要的都还是所谓的叫做 硕士级的学生哦对啦对啦好所以学生就会觉得说可是大学的那我念到硕士就够啦对不对我也不需要再去往上面更更更深可是大学真的还不能用啊对啊对不对大学其实可以你好好教大学生他当然可以用啊哎呀你看大学都不听话你看那时候你不是叫他们说要学英文吗然后要简进啊对啊对啊那没有一个人答应啊不是吗其实多数学生知道英文的重要性只是因为你少数学生就因为你还是要看一些啊比较新的知识 一定的一定的对英文不好是很有问题所以我一直跟学生讲说你一定要英文好为什么你英文不好你看不懂最新的知识就算你看得懂你看得很慢对不对第二就是说你听不懂人家在讲什么对啊对不对那你这样的话你你你你你你这个限制很大而且最重要的是你知道现在最厉害的公司跟个人都是国际合作而且像我那你不会英文怎么国际合作对啊而且像我朋友就算你去 东西的国家对啊也要讲英文英文还是要好啊因为他们还是用英文沟通啊是啊我到东南港任何国家开会都是英文啊对不对泰国人跟我讲英文越南人跟我讲英文马来西亚人跟不要讲讲英文对不对好菲律宾都讲英文啊没有人不讲英文啊那为什么那时候你要推正大学生还反对啊其实我就是少数的同学他们不够理解英文的重要性另外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有些学生他有那种就是他自己有一个信念 嗯我觉得说好像你不可以逼我要做这个哦哎呀不能逼啊对啊 好我们持续跟周行一周老师来导读他这本说中美会流的大未来当然我们会提到比较宏观的一个经济啊待会我们可能有时间可以聊聊这个企业经营的一个趋势跟发展不过我们刚已经聊到就是美国的一个状况了连MIT啊这个麻省啊理工学院最好最优秀的这个教授 百分之五十都是从世界各国来的他们都不是在美国生的他们不是生在美国的所谓的美国人啊嗯对嗯所以优秀的人都会到了美国去说老师你当时也是去了美国对而且美国人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说他每天都是在担心他的未来啊嗯也就是说这是为什么他才会要去打中国啊美国就你知道我们疫经里面在我们的这个疫经里面我们讲遇则利嗯遇则利的意思就是说嗯你人无远虑 必有禁忧对对就是说你一定要去思考一下说你将来会有什么问题对不对其实我们老祖宗也这样告诉我们嗯那其实美国人是把这个这个概念是贯彻的最透彻的那你就是怕中国崛起吗怕中国强大吗怕中国这抢了你爸主的地位吗那中国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样貌呢你观察好他除了统一征服之外 其实我们真的去看中国的历史嗯其实中国历史如果说中国他本身他是在资源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之下嗯老讲在中国历史上他的文明算世界上是是是是是是高的对是是对所以其实你去你去看就是说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面中国的这种所谓的他的扩张嗯通常都是跟蛮族入侵有关嗯 像汉朝嗯对不对哈他们要打匈奴嗯对不对哈那这个呃可是他领土扩张的时候通常都是跟非所谓的中原的这种农业文化的这个的汉族有关的譬如说满清人嗯他们是金人嗯蒙古朝嗯对不对所以你看今天中国的这个疆域是在清朝所奠立的嗯好其实在清朝以前中国疆域是没有那么大除了元朝以外嗯可元朝另外时间真的非常的短 嗯对不对他一下就就就就就结束掉了哈嗯所以基本上可是当你这个呃资源产生问题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嗯那中国现在有14亿人口嗯那么他的资源就就开始产生紧俏对不对他有粮食的问题嗯好他有这个能源问题嗯对不对好那中国必须要进口能源他现在进口粮食嗯对不对好那因为你有粮食跟能源的问题当然他就必须要去确保他的粮食跟能源的来源嗯因此 他就会有所谓的一带一路的问题哦所以当他有一带一路的问题的时候那么外界尤其是美国嗯对不对更容易去想成说哦那你其实你是要好是需要在别的地方跟我争取霸权嗯对没有错嘛嗯好那至于说他是要跟女霸权我觉得最重要是跟他资源有最大的关系嗯因为他没有资源他会产生问题嗯那就回到说为什么 就是说我们呃呃呃不能够去呃忽略就是说中国他也会越来越强其实一个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说中国的发明哈所以我们现在精进乐道的发明什么呃火药啦紫啊这些玩意根本在宋朝以前都发明光了嗯对不对嗯宋朝以后这些发明都非常的少嗯好有也没有不是什么大发音就主要原因就是说宋朝以后中国开始重视一个叫做科举制度嗯 嗯所以你看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就有叫市农工商嗯对不对很对不起啊像我这种念书的人社会最高的嗯没错吧嗯第二高等就是因为中国是农业社会对农人最高嗯工人做工匠的嗯对不对嗯呃呃做艺术的嗯对不对嗯第三最主要是商人商人没错吧对你终于赚钱的人社会地位最低对不对对可是呢在西方不是这个样子嗯 西方的话呢他的商人他的工艺永远是受到人家重视你看法国为什么会成为艺术制度嗯就是你是个画家你非常非常受到人家重视嗯中国的画家只能帮皇帝画一画工匠没错嘛工匠嗯那你只会画画不行中国的画家你要会画你要会能够写字所以你书法一定要好嗯所以中国的画家是学者对不对嗯可是西方的画家不需要去学者嗯他就是会非常会画画 好那他画画以后他有价值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商业活动啊对不对所以你看法国他整个艺术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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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里面他有非常大的我们所谓叫做ECOLOGY就是生态环境嗯你到法国去巴黎的这个艺术生态环境绝对不是今天我们台湾有的嗯对不对嗯你看就可以造就很多人都到巴黎去嗯赵无极也去嗯对对对对对朱德群嗯他们都去啊为什么因为他们到那里 所以才有机会而且如果说今天台湾的画家能够到巴黎那边去呆过几年嗯身价就不一样嗯就是这个道理嘛好所以商很重要公义很重要但中国人不重视嗯中国人认为那是末流的嗯所以你看所以中国的有脑袋的人都跑去做什么呢嗯念书咬文绝字对好这个呃写文章嗯对不对嗯我们论述可是我们不会懂事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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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看苏东坡苏氏好这些人他们是文章写多棒嗯但是我们没有一个这种商业的环境好使得我们可以让发明可以有用嗯因此就没有人发明了没错吧对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改了这件事情是我们必须要理解的嗯这种邓调平改革开放将近40年前嗯 你要知道在共产社会里面本来你说你有钱你会死的嗯早期我们很多从大陆1949年嗯来台湾的人嗯很多其实他家里有钱的人他到台湾来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的地主嗯对那共产党就是要怎么样就是要去呃清算地主的对就是要把地主的地发给别人的人嗯所以你家里有钱你要赶快跑啊嗯 曾几何时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有钱变成什么变成是好事了现在你在大陆你有钱是人家尊敬的嗯对不对女孩子找找对象要高富帅对对对对你你你你你高你漂亮还没有用你还有钱对你有没有一套房子嗯对不对好所以就算今天在今天这个是包括习近平在主政的时代里面他现在要讲哎共同富裕哎又不一样了 对对那我们来谈共同富裕我们先休息一下你可以有钱的对而且有钱不是坏事了当然不是啊在中国这就这差别非常的大你知道吗嗯所以以前你谁敢讲说我有钱不敢你现在在大陆你可以有钱完全没有问题啊刚才只是希望你是不是可以拿一点出来哎那老师啊老师我们待会可以谈一下吗你你你愿意谈一下吗就在到台湾到底要靠中国一点还是靠美国当然有人说两边都不靠啦 可是那样的说法现在就是不同的不同的主政者不同的考虑啊其实我真的觉得你真的问我嗯我认为呃台湾的策略哈嗯呃他必须要是一个好因为其实我们是一个开放社会嗯我们必须要是一个能够把全世界的人才跟资源能够带到台湾来的社会对啊这个是我现在最关心也就是说今天如果说我们人跟资源都愿意到台湾我们就成功了 嗯你看新加坡对不对嗯老讲你说新加坡它不是我们想象的民族可是你看优秀人才到新加坡去工作嗯对不对你看我的学生现在毕业就很想去新加坡工作为什么因为他们会觉得说新加坡金融市场嗯因为这是我们教的领域嘛金融市场非常非常的这个先进对他到新加坡可以学东西对不对好那所以他就愿意去嘛嗯对不对那好人你知道钱是跟着人走的 你精英到的地方钱就去了所以今天台湾最重要就是说你是不是可以创造一个环境钱跟精英都要来而且很重要是说嗯美国强有一个很大的地方是我想讲的就是说美国强有的部分是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去美国啊嗯对不对那今天你台湾我们台湾为什么不有一套方法让那些也很厉害的我们所谓的所谓的中国的厉害的人到台湾来呢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嗯更何况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有这个很大的一个issue就是我们现在少子化非常严重嗯对我们的人口是在负成长的嗯那坦白讲我们我们不要做什么我们就快快我们就没了是对不对你看我们现在我的朋友的小孩嗯结婚就已经很高兴了对然后你就问他父母说哎你有没有做阿公我还不敢问对不对不敢问对不对不敢问对不对那是什么意思 换句话说以前的话父母还会催小孩说你要结婚嗯然后生小孩嗯现在父母不大不敢问而且问的时候还外大一句说如果你生我送你什么对对对对对对对还要给你诱因对不对那我们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嗯对好那我们既然没办法短期间解决我们的少子化为我们都要想办法让外面能够进来对不对那你你外面不进来我们就惨了现在我们有在进步譬如说我们现在的乔生好要留待台湾 但比以前方便得多哦对以前好像还是以前很难很难很难毕业好像就要回去了好我们持续跟周老师来聊这本书我们也聊一聊啊这个中国现在共同富裕了哈也就是说真的不一样了所以你刚刚讲了习近平他讲的就是中国式的民主哈跟我们讲的民主也许不大一样可是他有他自己的一个定义他定义所以他现在有钱不是罪过了甚至他希望共同富裕啊希望中国能够富起来对所以你看其实这次为什么 习近平台他的策略里面他现在做两个事情第一个就是说他不希望大企业垄断这就为什么我们看到像阿里巴巴好像腾讯他们其实就是说中国现在也在做这个叫做反托拉斯法对好就希望他们不能够所有领域都去做对不对那当中有个原因就变成说其实像阿里巴巴跟腾讯他们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他们投了很多很多的新创事业所以大陆非常非常多的所谓的新创事业 都是他们的投资嗯其实这个产生问题就变成说你是少数的人在控制几乎整个的新创事业对所以第一个当然习近平希望能够打破嗯第二个呢他希望做就是真的能够让新创事业由在社会里面各个不同角落都都都都做所以他现在做产生很多很多的机制嗯去鼓励年轻人创业嗯好所以你看他去鼓励年轻人创业所以你看他他现在就是也像呃台湾一样像其他地方他办很多这种所谓的创业竞赛嗯 嗯你只要是真的很厉害的嗯政府就会支持你给你钱嗯好这个我们也做对不对好所以基本上其实基本上他是非常重视商业活动所以中国也做哦呀他现在非常重视商业为什么他重视商业活动因为习近平非常的清楚说今天假设他是真的要做一个强国嗯或是说他讲的叫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嗯嗯你你你一个民族要能够伟大要能够复兴嗯你要有三个影响力嗯第一个是你你经济一定要 嗯第二个你要文化影响力对第三你军事要影响力哦当然可是我们都知道说你的文化跟军事影响力必须要来自你经济的影响力你经济不好有什么影响唐朝当时为什么有影响因为唐朝是全世界经济最好的时候嗯汉武帝的时候为什么有影响力因为汉武帝那时候是全世界最强的经济体对不对所以今天美国为什么美国的电影大家要看因为这是美国的经济好啊嗯对不对好所以所以所以今天 习近平非常清楚如果说中国要强大经济要好嗯那经济要好你就必须要怎样鼓励经济经济活动嗯对不对所以他的经济活动就会在这个状况之下一定会越来越蓬勃发展嗯所以所以今天中国不太可能再回到我们所谓以前想象的叫做马列主义那种状态嗯嗯或是北韩那种情形嗯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中国回到北到到北韩那种状态到马列主义那种状态 他谈什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嗯嗯那就不可能嗯你知道在毛泽东那个时候嗯1949年他建国的时候嗯到1950年代嗯那个时候中国的人口是将近全世界应该是20%左右对不对可是他的GDP只占全世界3%或4%那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国家嗯嗯你知道我的意思嗯好那如果说今天中国回到那个状态的话中国怎么可能会有习近平要的影响力嗯嗯 所以我们去猜测就可以理解习近平脑袋不是这样想的嗯他一定要让这经济好嗯至于说他的方法是不是大家认同一定是最好的嗯或者是说我们大家觉得说是好的方法嗯或甚至说从不同的这种所谓呃所谓民主人权的定义来看是不是大家认同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什么他一定是要想办法让经济比较好的嗯还有就是我们常讲说你那个精灵已经从瓶子跑出来了对你要把它放回去 现在全大陆年轻人都想赚钱啊没错吧是啊赚钱四十几年了大家都想赚钱而且这个想赚钱绝对不是我们想象的就是说现在大家谈到说有些大陆老百姓年轻人喜欢躺平有没有嗯啊我跟你讲我我我我我问了很多很多大陆的人嗯他们告诉我说的确有这个想但是呢并不普遍而最重要是什么呢嗯最重要是说在乡下还有太多太多的年轻人他太穷了你知道在大陆还非常的穷啊他们这么的穷 他们还是要想怎么样考好把把考试考好对到好的大学对到都市里面去发展所以中国还有很多很多这种人想要去赚钱嗯对吧那他就形成非常非常大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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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势力嗯还有他有14亿人口那真是他非常非常大的优势为什么我们知道在18世纪末的时候嗯全世界人口也不过14亿哦哦哦哦你懂我意思吗这是所以我常讲说在我书里我就讲说嗯如果 如果中国说我就是一个世界你也不能够说他呃呃呃呃exaggerate对不对哈因为那你想想看从18世纪到20到21世纪经济一直在发展啊那他有14亿人口嗯我们有什么理由一定去说他不会再发展下去嗯只要他老百姓想赚钱嗯只要他的政府他的领导人尽管他是专制的嗯要往这方面去走他当然非常有机会他经济会越来越好所以你看当当习近平 听说我的中国要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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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链那个产业链这个产业那个产业链的时候他是做得到因为他有14亿人嗯可是当美国要说我什么都要有的时候美国就不太可能因为他只有三亿三千万人嗯当我们台湾说我希望又要电子业又要生医嗯又要机械嗯又要什么我告诉你我们就做不到了嗯因为我们只有两千三百万人嗯对不对所以他有这个优势 那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去去理解的嗯不过现在看起来就是说当然美国还是以科技为领先但中国的人口还有追求富裕的一个过程啊对不过你看他掐死了华为之后中国的这个5G发展就会受到一些阻碍了对其实我跟你讲这也是事实就是说其实中国的科技跟美国比是全面的落后哇他几乎在就是说高的科技领域材料科学里面嗯对不对新的这种科技研发对不对 包括呃我们这次在那个整个新冠病毒里面就看得出来嗯美国的Pfizer嗯美国的Moderna嗯可以很快就用新的科技产生新的药对可中国的科星嗯他做的东西虽然说是有效的可是他的效果是真的就是不如嗯Moderna跟Pfizer对不对所以他到现在他都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即使在这个领域他就落后嗯所以他基本上是全面落后但他有一些他catch up很快甚至于他可以说他已经领先的比如AI领域嗯 嗯嗯很多人认为这个地方很厉害对中国嗯对不对因为他有14亿人口嗯他收集很多的数据嗯他这个部分他很厉害对不对所以其实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去呃就是说尽量去从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呃公开的这个资讯里面嗯我们客观的去想这个问题嗯然后我们去行诉一个到底中国跟美国会来会怎么样嗯那我这个书呢基本上就是给大家很不同很多的这种证据嗯然后 然后给大家一个把这些证据串起来的一个论述嗯让大家去理解其实中国跟美国的竞争呢应该是一个双赢的嗯而他们两个会越来越小嗯好那因为因此他叫做会汇流嗯汇流对世界是好的嗯为什么因为国家跟国家永远会竞争嗯就像企业跟企业都在竞争嗯对不对嗯好那可是呢竞争当中就有合作嗯好那他汇流之后他的合作就会比现在 更实际更好一点嗯的确是要花一点时间来看啊这本书啊我们有把这本书贴在粉丝团当当中让大家能够同步的看到啊老师在对于中国跟美国的不管从历史或科技或法治都有一些介绍让大家更清楚的知道为何而战而为何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非常谢谢我们周行一周老师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谢谢周老师谢谢谢谢拜拜拜拜拜拜 by bwd6